黄志贤 黄志贤的评论文章 对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回应 一项被全文 副总统先生阁下 您在集中宣举前夕 对美国有报中国 这样不顾事实的责难与重伤 实在让人遗憾 您对真实完整的历史 显然并不窒息 或故意不齐 中国从来不亏欠美国沉默 也对美国充满善计 历史上 当中美两国合作 总是对人类的和平有益 而美国得利犹拒 当中国被列强侵略 几乎遭瓜分 美国随地大物博 但并没有缺席 英国在天津取得租借时 美国也分到了一块租借 懒得用 甚至私下转绕给英国 您提到了庚子赔款 当八国联军攻入紫禁城 中国被奸略之后 还被迫付出天价赔偿金 肆以五千万两万云 这是中国五年的财政收入 美国虽没有出兵 竟也拿到总赔款的7.32% 那是摔摆的中国 背上最致命的一刀 也是亿万分明的血泪至今 美国眼光深远 您和中国土地已经扩张完毕 所以美国要的 是经贸利益和政治影响力 伊利诺大学校长 詹姆斯写信给了罗斯福 假如美国在年前 能将中国学生成功的吸引进来 那么美国这种从文化上控制 中国的方式无疑是最巧妙的 是以知识和精神 操纵中国领袖的方式 1905年美国的徘徊导案 让中国民间抵制美国货 三年内退还一部分给中国 好平息中国人民的愤怒 美国的庚子退款 其实是退还美国自认多拿的部分 而且 中国仍然的按期缴交成额赔款 美国在百亿领的钱 分析退给指定基金 中国有了庚子留美学生 和清华学堂 在美国得到 把赔款多数花用在美国 扩增在华长期影响力 修补了美国在华形象 更解中国抵制美国 中国本然没知己 二战日本清华 中国孤立无援 美国并没有深以援手 即使到了中国最危急的时刻 美国依然供应日本战略物资 直到日本投袭真入港 美国才对日本宣战 即使如此 中国仍然没有得到美国合理的对待和协助 中国却民数千万伤亡 和几乎惨遭灭国的血泪 对其他国家来说 并不值得一提 雅尔达雅尔塔 缓缓住 密约里 美国 英国和俄国 出卖了中国 调于台本是中国故土 战后却并没有随着台湾一起归还中国 美国以占领者之资 将调于台管理权 交给日本 731部队的惨绝人还 因为日本把实验报告献给美国 交换了美国数十年的沉默 中国已经被侵略 内战与种种错误 至今才稍稍站稳脚步 国家人为统一 我们在各种领域 仍有太多不足 但改革 开放以来 14亿人民的富足 是人类世上的第一次 我们非常珍惜 而中国今日的国泰民安 并不是靠侵略与殖民 靠道 是我们人民的聪明 牺牲与勤奋 美国 也从中国的拼搏和缝起的路上 得到了更多的利益 中国人买了30%的iPhone 可iPhone价值300美元 中国只拿了组装的10美元工价 美国却分走200美元以上的价金 人类的文明 又不同的发展路径 所有被列强侵略的民族和国家 为什么中国 可以走上独特的抗装之路 民主之路 必须扎实 多少以民主之名 而衰败战乱的国家 是血泪之境 中国今日跟美国 各方面仍有不小的差距 我们会加倍努力 让人民幸福 文明昌盛 但贫量中国的基准 总不该是美国的那把尺 我们明白 美国基于渴望掌控全球霸权 所以对中国的富强 有负面的想象 现在美国为了压制中国 对中国发动了力气势 全方位的围堵 但这是不至大 因为上帝并不喜悦 美国火烈强势的霸权 在治愈压迫 中国式的成就自身 以利他人 相信不但更有利于全人类 也更忙上帝的喜悦 黄志询来源 环球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金区